就在刚刚,为了打破自古对波左边输的法则,鲁格赛特施展必杀技创施安魂曲与艾迪对轰。结果。 之后,利布特和艾迪一行人来到佐菲和泰罗这边报告了刚刚的遭遇。 作为科学家的希卡丽临危寿命,三天之内必须研制出特效药拯救麦克斯。 大家赶快点赞评论,让我们一起给希卡丽加油助威吧。 利布特在太子爷的安排下,来到K76行星开始接受葛雷特和帕瓦德的联手特训。 没错,此地点就是当初赛少的修行场所。 不过相比赛罗,利布特还算幸运的,毕竟此时的自己可没有身穿铠甲。 但毕竟对面是两位前辈联手,一顿毒打是在所难免了。 最终经历数十小时魔鬼训练的利布特,领悟了专属自己的奥特太子,不仅能够以进制动,还可以借力打力,四两拨千斤。 随后,得到认可的利布特,被葛雷特和帕瓦德联手赐予了斯布莱达长矛和利布特护盾。 与此同时,艾迪·奈欧斯和赛文二一组成三人小队,对逃走的鲁格赛特发起了猛烈追击。 面对三奥联手,鲁格赛特明显慌得一批,毕竟之前一个艾迪就能单方面碾压自己,现在的自己只想给导演寄刀片。 就在此时,怪兽奇马伊拉突然现身与艾迪缠斗,原来是之前的小金人塔尔塔洛斯,携手亡灵魔导师雷伯特斯来此支援。 少了艾迪的全能压制,奈欧斯和赛文二一明显不是鲁格赛特的对手。 在雷伯特斯忍述的加持下,奇马伊拉也释放出光编板十万福特痛击艾迪。 万分紧急关头,两发攻击从天而降。 原来在德拉西翁的指示下,高斯·杰斯提斯这对情侣前来支援。 只见两奥双手举起,直接释放比库托流母光线和终结之环光线攻击鲁格赛特。 紧接着光芒一闪,二人纷纷切换成未来和粉碎形态。 伴随着两奥拳脚光线的默契配合,鲁格赛特再度被打得陷入自闭。 火力全开的艾迪也开始反击,双手一挥直接将奇马伊拉腾空摔起。 随后小手一摆,释放大招奥特B型实行射击,成功让其打卡下班。 另一边,带着发小索拉蒂给的特效药,利布特三人来到了麦克斯所在的小米卡利特星。